一般来讲我对任何别人对我任何称呼我都笑纳的 我女朋友经常骂我是狗是垃圾是王八蛋 我生活中的很多人给我起过任何各种个案外号 我都是笑纳的 一个人是没法改变别人对你眼中的看法的 你只能坚持好你自己 至于别人想什么是他们的自由 怎么看待你的是他们的自由 别人叫我王八蛋我也很开心 为什么呢 他们表达了他们眼中的自己 但是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我自己是知道我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 一个人走向社会他会有朋友 他会有亲人 他会有五轮关系 那么在这些关系中肯定会有人给你后面评价 那么你是不是要很在乎呢 一定要坚持自己相信自己 然后认为自己确实是一个真诚的善良的人 而且尽量对生活的每个人 你真诚和善良去相待 你肯定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我从来不人身攻击任何一个具体的有人格的东西 当我们批评中国人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在侮辱某个具体的中国人 我们批评中国人群体的时候 他是没有人格的 比如鲁信批评中国人 他是没有人格的 一旦我们涉及到具体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有个性有血有肉有思想 这样具体的人格是不能加以人身攻击的 比如说我判断我的观众90%是低至3% 我面对的是一个人情 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人 我们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抨击 中国人就是太糟糕了 我们经常抨击美国人 太切得了呀 这种抨击不是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是针对有具体的人格的人 发动的一场道德战 先传战 舆论战 没有任何价值的意义 当我们作家要批判社会的时候呢 当我们要批判中国的一些社会现状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用中国人来批判 我们不可能说10%的中国人 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讨论道路上 这个横穿马路的中国人 我们只能说中国人数字太低了 我们不可能说10%的中国人数字太低了 或者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具体的指出某个人 一一的找出这些横穿马路的中国人来批判 不现实 指名道姓的批判 不现实 我们批判 胡静东同学 横穿马路数字太低了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呢 它是个人行为 当我们上升到中国人 大家整个社会才会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文明人不搞这身攻击